对于伊朗人来说 2020年的开头和结尾都浸透着苦涩和屈辱 年初苏莱曼尼将军在访伊拉克时 被美军无人接的三枚导弹炸得尸骨无存 结果到了年末 首席和科学家法赫里扎德 又在首都德黑兰中部的阿布萨德镇 被人当街用遥控机枪成功暗杀 这个科学家之死比苏莱曼尼的性质还要严重 毕竟苏莱曼尼是在美国势力控制下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遇害的 可法赫里扎德是伊朗核工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死对伊朗民生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打击尤为沉重 最最憋屈的是 这么个国宝级专家居然在本国的首都附近 被敌对势力用安放在废旧汽车上的遥控机枪乱枪打死 凶手却得以全身而退 到现在都弄不清是谁干的 你能想象中国哪个院士被CIA在北京当街杀害吗 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起码得精心策划相当长的时间 并且彻底摸清目标的行动规律和路线 可这些信息都属于国家高级机密 这只能说明伊朗内部被美国和以色列渗透的像筛子一样 最近十几年里 伊朗核无理人才遭遇了妻子暗杀 其中仅有一人生还 其余全部遇难 法赫里扎德遇难没几天 即11月29号晚间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 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 又造无人机导弹铁名 将他和三名随从炸成肉泥 除了重要人才频频被暗杀 核心机密资料也被人轻松盗走 其中最丢人的一次是在2018年 存放在伊朗德黑兰的核计核文道 几乎全部被以色列摩萨德盗走 总重高达半吨 而且还被以色列人整理成PPT 在全世界面前演示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里 伊朗是世界上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从统治阶层到基础百姓 依靠宗教力量 可以低成本且行之有效地管理整个国家 内部的统治应该很稳定 并且可以有效防止境外势力的渗透 但其实伊朗内部公知很多 有无数伊朗人因为苏兰曼尼死亡而愤怒 但同时同样有一批数量可观的伊朗人 还天洗地 甚至有大批所谓的抗议群众 专门绕开官方铺设的美以巨幅国旗 以表示他们是向往美式民主自由 以及和伊朗县政府划清界限 最近反和里扎德遇害后 也有一些伊朗公知 公然悬挂以色列国旗 赏出感谢摩萨德 这一切的根源 从伊朗宪政权 推翻末代国王那一刻就埋下了 伊朗末代王朝君主 里萨巴利维 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 引发了伊朗社会各派的反对 最终引发全国民变 军警全面倒戈 导致帝国被推翻 里萨巴利维国王流亡海外 同时流亡海外15年的宗教领袖 霍梅尼返回伊朗 受到百万人欢迎 随后伊朗废除了君主力限制 改为政教合一 国民也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霍梅尼成为了伊朗最高领袖 再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伊朗人质事件 52名美国驻伊外交官 被激进的大学生闯入大使馆 扣留了444天 让美国丢尽了脸面 只能日后拍部大片 逃离德黑兰 一银泄愤 然而神权反美 这些价值观在伊朗 远远没能一统江山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诞生之初 其内部就处在高度分裂中 在反对巴利维王朝的时候 大家是一致的 但推翻巴利维之后 他们之间也开始逐渐产生分歧 不同势力尖锐的对立 使得伊朗成为一个内肩横行的政权 伊朗是一个国家吗 恐怕不少人会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搞笑 但是只按照西式民主架构来看 伊朗还真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甚至比美国还要民主 伊斯兰革命后 推翻君主制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总统选举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直选的制度 选民无计名投票 谁票出过半谁是总统 伊斯兰议会为立法机关 议员按各选区人口分配 还专门给少数的基督徒 游戴人等留了固定席位 大选独揽的最高领袖 虽然是终身制 但其实也是选举产生的 这就是伊朗特殊的制度设计 专家委员会 原则上掌握着任命 监督乃至罢黜最高领袖的权利 而这个专家委员会 也是选民直选产生的 从外部框架上 这不就是西方世界 一直以来输出的民主范式吗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很有意思的情况 美国总是喜欢拿 你不民主出来说事 但是到伊朗这里 基本都是用自由 人权等来进攻 乃至说伊朗独裁 却很少直接使用民主话术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发言时 也是称伊朗隐藏在民主假面具下 而伊朗外长扎里夫 对此的回应更有意思 他说我们两国并没有那么大不同 我们都有类似的民主进程 咱都是西式民主同路人 咋这么见外呢 以美国还不是直选呢 流程而论可能还不如伊朗民主 所以在美国尝试干涉伊朗内政时 伊朗方面到厂上搬出民主大集 说美国这是反对伊朗的民主 今年美国大选的闹剧 伊朗方面更是嘲讽起美式民主起来 伊朗更是以自己政教合一 叠西式民主的伊式民主为傲 并尝试在中东地区输出自家的民主制度 但问题在于 既然同是西式民主框架 那就要面临相同的问题 围着选票转 巴历维王朝时的倒皇派 不仅有霍梅尼等宗教级人士 还有支持多元世俗 西式世俗民主 甚至信仰马列的共产主义者 大家信奉的道路其实不太一样 只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才站在一起 在1979年8月3号 召开第一届制线委员会时 伊朗有八个主要党派 分别有是伊斯兰共和党 人民圣战者 穆斯林人民共和党 伊朗自由运动 伊朗民族阵线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图德党 人民赶死游击队 一开始 霍梅尼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发动起遍布全国的自愿网络 让教师们号召信众 为伊斯兰共和党候选人拉票 结果在许多投票战中 伊斯兰共和党得票都超过90% 部分甚至达到了经营的100%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因为在巴历维王朝时期 伊朗经济快速增长 伊朗的城市化也进展飞速 到1978年至1980年 伊朗的城市人口已经与农村持平 政治地位也低 他们虽然人身进了城 但一直都是城市的边缘人 城市好的一面 他们无缘享受 反而是对城市的负面因素 感触由深 在这种困境下 他们只能向最熟悉的宗教生活中心 清真寺寻找安慰 在非法居住区和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 各级宗教人士 与他们保持亲密频繁的接触 革命成功后 因为建立起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 作用占绝对多数的城乡平民 和乡村式深选民基础 伊朗的宗教势力 统治者可以说不需要任何努力 只要拉拢住基层教室 让他们拉着选民来投票 就能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设计 坐稳调一台 在霍梅尼的支持下 1979年8月12号 伊斯兰共和党 狂来73个席位中的55席 但这个结果 引起了其他七个政党的严重不满 有几个政党 直接抨击霍梅尼 违反最高精神领袖准则 选拘舞弊 并在伊朗各地取行示威游行 到了11月15号 全新的伊朗宪法公布 以百分之百的伊斯兰教义为基础制定 同时加入了什叶派传统学说 法基克监护 即伊朗政府如果违背人民意志 那么教士们有权介入和接管 简单来说 就是把伊朗国家实权 完全掌握在了什叶派教士手里 霍梅尼是教士领袖 又是终身制 保证了教士集团 可以掌握伊朗的最高决策权和军权 伊朗的其他势力就不满了 他们发起抵制宪法活动 各地开始爆发骚乱 这时候宪法正式通过 还需要在12月3号 举行全民公投才能生效 于是霍梅尼在2号发表全国讲话 明天凡是不投赞成票的 都是美国大撒旦的帮凶 是亵渎劣势 结果新宪法已绝对有史通过 简直一呼百应 但同时反对的行动也达到了高潮 12月11号 伊朗第三大城市 大布里市爆发反霍梅尼游行 伊斯兰革命卫队去镇压 结果却遭到了伊朗国防军的抵制 因为部分空军宣布支持示威者 还派出战机低空飞跃城市震慑 1980年2月 伊朗内政部下达要求 全国各大校园禁止集会 旨在遏制全国校园的反神权运动 但这时候 极端神权党派伊朗真主党武装分子 开始袭击伊斯法汉 马什哈德 舍拉子等地的左派群体办事处 造成数百人伤亡 人民胜战者 人民赶死游击队等力量 纷纷支持学生运动 双方不断发生泄斗 甚至枪战 事情愈演愈烈 不断有人员伤亡 到了中旬的时候 霍梅尼被迫下令 暂时关闭全国大学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伊朗国防军空军部队这时候 也发生滑变了 伊朗空军中许多人 都是在西方国家受选学习 他们不太接受 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于是一些伊朗空军精英 成立了面具的秘密网络 准备趁神权政府不稳 发动武力政变 行动代号拯救伊朗大起义 时间为1980年7月11号 本来计划天衣无缝 但人算不如天算 选择和霍梅尼合作的图德党 在空军中也有成员 结果在获得了政变消息后 中央委员阿里阿木伊 和党主席卡亚诺里商议后 将消息报告给了霍梅尼 闻听此事 霍梅尼当即下令 革命卫队发起围剿 结果是这支政变的空军部队 在7月9号被革命卫队 打了个措手不及 包括埃亚特·塞伊德在内 600多人被捕 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土耳其 这件事后 霍梅尼不得不针对国防军 进行大清洗 并且大力复制伊斯兰革命卫队 一系列清洗 让伊朗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 结果不到两个月 伊拉克人的炸弹又丢了过来 才让针对伊朗空军的大清洗停止 许多飞行员被放出来戴罪理工 尽管他们遭受折磨 但对波斯民族的忠诚 让他们还是竭尽全力 和伊拉克空军理战 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不过国内的混乱局面和军队清洗 让伊朗的政局动荡起来 各路反神权派系纷纷搞事 比如人民圣战者 先是游行抗议 不管用后 又开始针对霍梅尼政府高官 发动袭击 从1981年6月底到8月底 人民圣战者炸死了 包括新总统阿里拉杰 总理贾瓦德巴呼纳尔 和首席大法官 兼伊斯兰共和国党魁 穆罕默德贝赫实敌在内的 数十名高官极为血腥 人民圣战者的武装成员 多以中产家庭为主 其中很多人有西方苏联留学经历 是社会精英 各路派系发生了多次冲突 但霍梅尼还是依靠 广大信教的民众稳住了局面 之后 霍梅尼把这些搞事的政党 都清理了一遍 包括和他合作的图德党 也被神权派一网打尽 一万多名党员入狱 便以干涉内政为由 又砸了苏联大使馆 18名外交官被驱逐 伊朗算是唯一一个 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使馆 都砸了的国家 有些失败的派系 比如人民圣战者 后面就专门针对伊朗搞恐怖袭击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11月30号 据法新社报道 伊朗高级官员指责这次 针对法和里扎德的袭击中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外 也包括人民圣战者组织 所以其实 现在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诞生之初 就处在严重的分裂和矛盾中 内部人心 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过 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其实是有的 中国的革命先辈们 早就给出了答案 治理国家的人才 是需要基本素质和能力的 伊朗神权政权 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 根本的依靠 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 如果能真正把他们发动起来 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教育 把这些坚定支持他们的人 培养成国家的主人 那么国家的统治阶层 就不会那么分裂 但伊朗的宗教势力高层 这几十年 因为种种原因不够努力 对于整个社会分裂的局面 他们没有有效的调和 结果是什么呢 城市里的富豪 精英 知识分子 还是跟以前一样 讨厌这个神权政权 底层民众 他们也没有好好的教育 提高素质 因为这些本来没什么文化的群体 一旦有了知识 反倒有叛变的风险 毕竟巴厘维王朝 自掘坟墓 因见不远 那么要治理国家 人选 还是必须从城市知识分子里面出 明知道他们反对自己 明知道美军一塌上伊朗国土 他们马上就会成为大陆党 却也只能用他们 支持自己的没能力执政 能执政的人 跟自己从来不对付 所以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统治集团内监多 革命之后 伊朗城市化进程 仍然在大踏步前进 到2006年 伊朗城市人口占比 已经高达67% 同期农村人口的增速大减 2005年到2010年 农村人口增长率 仅为0.44% 大量从农村 前往城市的平民 在长年的城市生活中 价值观也在发生着 潜移默化的变化 对宗教势力盲目信任 和支持的人正在减少 而伊朗的基层教士们 包括苏兰曼尼 所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也仗势贪腐严重 而这正是平民们 当年对巴黎维王朝官僚们 愤慨的主要原因之一 伊朗国内现存的两股军事力量 伊朗国防军 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直接已始终存在着对立情绪 伊朗频频遭受羞辱时 竟有许多人不但不生气 还在暗自开心 在伊朗今年的选举中 民意已经开始有所动摇了 2016年的伊朗选举 改革派在议会选举中 拿走了首都德黑兰的 全部30个席位 而在全部席位中 改革派也获得83个席位 地压保守派的78个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现任总统鲁哈尼自己 就是一个亲美派 也许留给伊朗宗教统治团体 逍遥揽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巴列维的前车之间就在眼前 再不行动起来就晚了 发动群众说说很容易 但敢于发动群众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